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宋颖帐 别给了你三分颜色 你就要开染房 你和盼儿为什么不开心 我不知道 可我孙三娘没有得罪你 对不住 是我不好 不用了 别割伤了你那金贵的手 万一一会儿谈不了琵琶 又该怨我们 挡了你的风味 有些话我也憋了好几天了 我今天就跟你说了 是 你是在相府出了风头没错 可你动不动就拿回家里来 跟我们耍威风是什么意思 前儿甩脸色 昨儿哭着吧 前儿摔盘子 难道就因为琵琶上的风骨两字 你就真以为你是公主娘娘 以前你受了委屈 不开心 哪回不是盼儿哄着你 可你呢 就因为严女伤一两句不合 你现在琵琶都不去查房台了 这还是咱们三个 合伙要开的店 三娘亲 我是真的不舒服 你不舒服 你还有力气摔碗 盼儿才是真不舒服 她从昨天晚上起 走路都直打慌 可她还是去了查房 她还特意叮嘱我 说你苦笑 给你背些清淡的吃食 可你呢 你是怎么对她的 你关心过她一句没 我是个粗人 我不懂你们那些风华学员 我就知道一件事 她姓赵 你姓宋 她天生不欠你什么 她也不是你娘 黑尔姐 小伙子 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的 你是我严陋 严陋你不敢说你吧 傻瓜 见不到你我姓陆不为她似的 没有我的话 谁陪你吵架 谁陪你散播 谁陪你开店做生活 我一个人要你 这些钱应该够你赎回父亲的御剑手了 来 没事 你的精气神都去哪儿了 我告诉你 欧阳迅能把你赶出东京 我就有办法能把你送回东京 别送了 回去吧 不行 我得看着你进屋我才放心 顾副使 胖二姐 你们 这么晚了怎么还在一起啊 葛朝帝啊 施舍冒药案 你姐姐又是雇主 理应带去黄尘寺应许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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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